2014年12月25日的萨卡尔姆里 精华 甜蜜的孩子们 记住你的目标和父亲 那个给你目标的尾翼 那么你就能够吸取神圣美德了 造成任何人的悲伤 以及毁谤任何人 都是邪恶的特质 甜蜜的孩子们 记住你的目标和父亲 那个给你目标的尾翼 那么你就会吸取神圣的美德了 造成任何人的悲伤 以及毁谤任何人 都是邪恶的特质 问题 什么事情暗示出父亲对你们孩子们 有崇高的爱呢 什么事情暗示出父亲对你们孩子们 有崇高的爱呢 答案 你从父亲那儿所获得的甜蜜的教诲 就是他对你拥有最崇高爱的一种 暗示 父亲的第一个教诲就是 甜蜜的孩子们 不要违背虚漫 而做出任何错误的事情 你是学生 你绝对不能动用私行 你要只让自己的嘴里吐出珠宝 而不是吐出石子 你从父亲那儿 所获得的甜蜜的教诲 就是他对你拥有最崇高爱的一种暗示 父亲的第一个教诲就是 甜蜜的孩子们 不要违背虚漫 而做出任何错误的事情 你是学生 你绝对不能动用私行 你要只让自己的嘴里吐出珠宝 而不是吐出石子 Om Shanti 父亲坐在这里 向你们孩子们解释 你现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了 就是看到Lachmi跟哪一样了 这是你的目标跟宗旨 也就是 你是属于过他们的族群的 在这之间 是有白天跟黑夜的差别的 所以这是为何 你重复地必须要看上他们 然后思考说 我们必须变成像他们一样 你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赞美的 只有当你把他们的照片收藏在你口袋里时 你才会变得快乐 在你内心当中的那种困惑不应该存在 那是被叫做躯体意识 如果你以灵意识看向Lachmi跟哪样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你正成为像他们一样 因此 你当然需要看向他们 父亲解释说 你必须变成像他们一样 变成Mah Adjibov 看向他们 然后有思念 这里有个例子 当某个人被告知 要去思考 要去想自己是个水牛的时候 他就开始相信 他是个水牛了 你了解你的目标跟宗旨 就是成为那个Lachmi跟哪样 所以你是如何成为那样子的呢 也就是透过有父亲的思念 你们每个人应该扪心自问 我是否有真的看向他们 然后记住父亲呢 你是了解爸爸正在使你成为神人的 尽可能的你要去嫉妒父亲 父亲说 你没有办法横藏的留在思念当中 但是你需要付出努力 如果当你在做的家务的时候 记住Lachmi跟哪样的话 你也一定会想起父亲的 如果你记住父亲 你也一定会想起他们 然后认为说 你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 一整天当中 你也应该关注这些事情 之后 你就绝对不会毁谤其他人了 这个人是像这样子的 某某人是像那样子的 所以那些 深陷在这些事情当中的人 无法索取一个高等的地位 所以他们还是原本的模样 已经向你解释了 你要透过如此简单的方式 去借助他们 记住父亲 你就会变成像他们了 这里呢 你正亲自地坐在他的面前 在每个人家中 一定要有这张Lachmi跟哪样的照片 这是如此精确的照片 当你记住他们的时候 你也会想起爸爸 与其讲其他事情 倒不如一整天讲这些事情 毁谤某个人 然后说某某人像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造成纷争 你必须使你的心智变成神圣的 你不应该有要伤害其他人 或者毁谤任何人 或者是做出任何不当举止的那种天性 长了半个循环 你一直都这样子做了 你们孩子们现在获得了如此甜蜜的教诲 比起这份爱 再也没有任何的爱更加崇高了 你不应该违背须曼 而做出任何不好的行动 父亲也给关于促神 这个科目的指示 他说你在供奉神时之后就回来 爸爸没有告诉你去人间天堂 然后在那里跳舞等等 如果你去到任何地方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理解 玛雅已经救到你的身上了 玛雅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使你变得不纯洁 当你违背那个法则 法律的时候 你会造成很多的损失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也有可能必须要忍受严重的处罚 Daram Raj这个法官 你跟父亲在一起 在他身上 他保存了一个无限的账目 就是你在Lavan的煎熬当中 经验的惩罚 到底有多少年这回事 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那么多的悲伤 父亲现在说 忘掉全部其他的事情 只借助一个父亲 你也要除掉在你内心当中的困惑 谁把你带入到恶习之中的呢 是玛雅的恶灵 这是黄道瑜伽 这是你的目标跟宗旨 透过记住父亲 你会索取到你的遗产 因此 你应该投入到这个生意当中 你应该清除掉在你内心当中的所有垃圾 玛雅的影响也是非常强大的 尽管如此 你也必须要继续地赶他走 尽可能地留在思念的潮胜之中 你的思念现在没有办法保持恒藏 只有当你到达了能够保持在恒藏思念中的阶段时 你才会索取一个高等的地位 尽管如此 如果你内心当中还是有困惑 并且有不良想法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索取一个高等地位的 也就是当你受到了玛雅的影响 你才会被打败 父亲解释说 孩子们 不要展开肮脏的行动而被打败 也就是因为毁谤其他人 你才到达了如此坏的状态 现在你获得了救济 你就绝对不能展开任何不好的行动 爸爸看到说 玛雅已经把你吞到你的颈上这个高度了 可是你却没有察觉到它 你以为说你进展得非常好 可是事实却不是如此 父亲解释说 让你的想法言语跟行动 只出现珠宝 讲肮脏的东西就像丢石子一样 你现在正从石头转变成为神圣的 所以你嘴里不能够吐出石子 爸爸也已经向你解释了 父亲是有权利向你解释的 并不是一个兄弟会警示一个兄弟 是老师的任务去教你 他可以对你说任何东西 学生是不能私自动用私行的 你是学生 父亲可以向你解释 尽管如此 你们孩子们已经获得了父亲的指示 去记住一个父亲 你的福报现在已经被打开了 如果不遵照虚漫的话 你只有糟蹋了你自己的福报 之后你就会有很多忏悔了 如果不遵循父亲的虚漫 首先你就必须要体验到惩罚 再来你的地位会被毁灭掉 这是生生世世 循环不细的一种交易 父亲来到教你 从你心事当中应该记得说 爸爸是那个给你这个心学问 就是让你把自己当成是个灵魂的那个老师 有这样的说法 灵魂跟自尊灵魂之间有一个会面 我们在过了五千年之后再次的相见 你可以在这里如你所愿的 去拿你想要拿的遗产 否则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的忏悔 你会哭泣 你会有所有东西的意象 当孩子们在学校当中被转送的时候 每个人就看一下那些坐在后面的人 在这里呢 你将会被转送 你了解你会在这里离开你的躯体 然后在黄金时代 去到王子的学院 然后学习语言 在那里呢 每个人都必须学习语言 那个母语 这里很多人并没有充分的了解这个学问 所以他们没有惯性的去学习 如果你只是错过两次的话 你之后就会培养出错过学习的习惯了 你之后呢 就会交上那些被玛雅当成是奴隶的那些朋友了 这里有非常少许爸爸的追随者 全部其他一概的是玛雅的追随者 当你变成了许爸爸的追随者之后 玛雅是没有办法容忍的 所以这是为何你必须要变得非常的谨慎 你要必须非常谨慎那些肮脏的人类 这里有的是天鹅和惯鹤 爸爸昨晚给过你那个教诲 一整天诡谤某个人 去想其他人的事情 不叫做是拥有神圣的美德 神人是不会有这样的举止的 父亲说 记住父亲和那个遗产 尽管如此 你还是继续的诡谤他人 你生生世世一直都在诡谤他人 在内心当中也有困惑 这就像在内心当中有搏斗一样 你毫无缘由的杀害了自己 你也造成了很多人的损失 某某人是像这样子的 这又与你何干呢 那一个父亲是所有人的扶持 你现在必须遵循迈 人类的命令使你变得非常肮脏 他们继续的诡谤对方 毁谤某个人是玛雅的恶灵 这个世界是不存证的 你了解你现在正从不存结变成存结 那些都是非常不好的缺陷 然后也已经向你解释说 从今天开始 你要拉你自己的耳朵 好让你自己绝对不会再展开 像这样的行动 如果你看到任何人做了任何错误的事情 你就应该报告给爸爸知道 那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你诡谤对方呢 父亲是在听着所有东西的 父亲已经借贷了这双眼睛跟耳朵 父亲在看 这个达达也在看 某个人的行为举止和态度 以及他们所营造出的气氛 是完全违法的 那些没有父亲的人被叫做是孤儿 一些人呢 既不知道父亲也不嫉妒他 与其改造自己 他们变得更糟糕 所以这是为何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地位 如果你不遵循师嘛的话 你就是孤儿 他们没有遵循母亲和父亲的许满 有这个说法 你是母亲和父亲 他也成为朋友 尽管如此 如果没有那个正正祖父的话 哪来那个母亲呢 他们甚至是没有像这么多的尝试 玛雅已经完全将你的心智给转离了 如果你不服从无限父亲的指示的话 那么就会有惩罚 没有救济 当父亲看到他们的举止是如何的时候 他们就说 像这样的灵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人是夺野花 这个人是没有人所喜欢的臭花 因此改造自己 否则的话 你的地位会被毁灭掉 老生生世世也会有损失 尽管如此 这些东西 却没有留在那些躯体意识的人的心智当中 只有那些零意识的人才能够爱父亲 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父亲 并不像去你阿姨家那么简单 那些出名的人是没有办法奉献自己的 他们甚至是不了解奉献的这个意思 他们的心会抽搐 这里有很多人是没有束缚的 他们没有孩子们 他们说 爸爸 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虽然他们嘴里这样子说 可是那却不是真相 他们甚至是对父亲说谎 奉献你自己的意思 就是去除掉你的依恋 现在是尾声了 所以你必须遵循学们 你必须要解除掉你对你财产等等的依恋 这里有很多人是没有像这样的束缚的 你已经使叙爸爸属于你了 你已经领养了他 这是你的父亲老师和Sat Guru 你使他属于你 以便能够索取到他全部的财产 那些成为爸爸的孩子们 也一定会成为神人族群的一份子 尽管如此 那里还是有很多不同阶层的地位 那里会有很多的仆人和女佣 一些人会给另一些人命令 女佣跟仆人也是名次性的 从外面的女佣跟仆人 没有办法进到皇族家庭当中的那个宫殿 而那些属于父亲的人会成为那个样子 只留一些孩子们 甚至是没有只一毛钱的那个知觉 爸爸并没有说 要借助妈妈 或者是借助我的马车 借助爸爸 父亲只是说 只借助我一个 舍弃掉你跟所有躯体人类的关系 然后把自己当成是个灵魂 父亲解释 如果你想要爱某个人的话 那么就只爱那个尾翼 你的船就能够渡过了 遵照父亲的指示 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已经政府了依恋的国王的 孩子们呢 会被当成是弟的 所以儿子成为了财产的阶层人 妻子只是另一半 可是儿子却完完全全是那个主人 因此心智当然会朝向那个方向 如果你使爸爸成为你完全的主人 他就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这并不是失于受的问题 这是理解的层面 虽然你在聆听所有的东西 可是你第二天就把一切都给忘掉了 如果这些事情留在你心智当中的话 你也能够向他人解释 透过记住父亲 你会成为天堂的主人 这是非常简单的 继续地用你的嘴巴去告诉其他人你的目标跟宗旨 那些拥有很深入 以及唯妙心智的人 非常快的就能了解了 这些图片会在最后的时候变得非常有用处 全部的学问都包含在这些图片当中了 Lakshmi跟Naryan 以及Radha and Krishna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 Lakshmi跟Naryan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王子跟公主 有这样的说法 乞丐变成王子 富士乞丐变成国王 在成为了个王子之后 一个人就会变成国王 这是非常简单的 尽管如此 玛雅抓住了一些人 很多人就毁谤他人跟道人是非的习惯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 他们从来没有记住父亲 他们只有继续地做着这个毁谤他人的生意 这是玛雅教他们的教诲 可是父亲所教你的教诲呢 是非常直接了当的 在最后的时候 那些苦行僧等等会醒过来 然后说只有BK有学问 Kumars跟Kumaris无论如何都是纯洁的 你是那个人类父亲的孩子们 你绝对不能有任何不好的想法 很多人还是有不好的想法 这一方面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而父亲也向你解释了很多 所以可以看到说 你在这里呢 当你表现得不好时 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你之后呢 就会被给予惩罚 你是不值得的 然后你欺骗了父亲 你之后就没有办法记住父亲了 你的阶段会完全倒下 你最弱的阶段就是你的惩罚 也就是因为不遵循循玛 你毁灭了自己的地位 当你没有遵循父亲指示的时候 恶灵呢 更加长进入到你的身上 爸爸有时候想说 你就连现在甚至是 可能再惊艳地严重的惩罚了 惩罚也是非常隐秘的 这里呢 是不应该有那个严重的痛苦的 很多人倒下 然后体验到惩罚了 父亲透过暗示去解释所有东西 很多人就那样子地删除掉了自己的福报 所以这是为何父亲警示你 现在不是犯错的时候 改造你自己 在最后一个小时之前 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 好的 至最甜蜜的 至矮的 是去遗旧 然后现在找寻到的孩子们 母亲 父亲 宝大大爱你 想你 并且跟你说早安 灵性的父亲 对灵性的孩子们说 Namaste 而灵性的孩子们对灵性的父亲说 Namaste 修养地点 你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有为 Sri Ma的事情 你必须改造你自己 你要谨慎那些肮脏的人类 你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有为 Sri Ma的事情 你必须改造你自己 你要谨慎那些肮脏的人类 第二点 如果你是没有束缚的话 就完全地奉献你自己 去除掉你所有的依恋 绝对不要毁谤 认可人 或者是道人自非 将你自己从肮脏的想法当中 给解放出来 如果你是没有束缚的话 就完全地奉献你自己 去除掉你所有的依恋 绝对不要毁谤 任何人 或者是道人自非 将你自己从肮脏的想法当中 给解放出来 祝福 愿你成为一个神经的天使 通过安下强大阶段的这个牛 而驱阻掉无谓的黑暗 愿你成为一个神经的天使 通过安下强大阶段的这个牛 而驱阻掉无谓的黑暗 就像安下了开灯的牛 而驱阻掉了黑暗一样 相同的 一个强大的阶段 就像一个按钮一样 安下这个牛 那么无谓的黑暗 就会被驱阻掉 你之后就会获得解放 然后不需要去各自结束掉 每一个无谓想法的这种劳动 当你的阶段是强大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宣献者 和一个祝福的赐予者 因为身为一个赐予者的意思 就是变得强大 只有那些强大的人 才能够给予他人 当有某样东西是强大的时候 所有的无谓就能够结束掉 这个就是神性天使的崇高任务 口号 幸运的灵魂们 是那些根据真理 而从所有灵魂们心中 获取祝福的人 幸运的灵魂们 就是那些根据真理 而从每个灵魂的心中 获取祝福的人 Om Shanti D